尖叫惊呼 因为苹果执行长库克抵达成都太古里 他不只巡视苹果门市 还现场观看电玩王者荣耀的竞技PK 另外库克也关心农业数位转型 苹果宣布向中国农村发展基金会 捐赠2500万人民币 约合超过1亿台币扶植乡村振兴 随后他到浙江看供应链 到北京拜会官方 今年相隔7个月 库克二度访中 就在传出北京打算加强对苹果软体监管 甚至北京官员上班禁用iPhone等负面消息后 库克会见商务部工信部以及副总理丁薛祥 中国到了官媒新华社消息 中国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希望苹果继续投资中国 丁薛祥表示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愿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在华发展 提供更多机遇 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 北京借此宣传友善外商 不过库克仿中期间 新机iPhone15系列在中道上市的前17天 销量比去年衰退4.5% 分析认为全球的消费电子需求低迷 扩大硬体销售之外的附加价值 可能是库克仿中的重点目的 TVBS网站成员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